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今天這條影片是為你們所持的 很多人在我的影片留言說 很想我去講一些國產或者淘寶有得買的化妝品 我很聽聞意的 我就看到其中一個訂閱留言 他就提議我去試這個品牌的化妝品 叫做Judy Doe 那我就在淘寶訂了一堆它這個品牌的化妝品 全部我都還沒開箱的 那不如我們就一起去review一下這個品牌 這個就是如何好嗎? 想看的就繼續看下去了 好啦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了 那這次我買的化妝品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有眼影、光照、眉筆、眼影和這個胭脂 好啦 首先我們第一個先試這個眼影 我就拿了一些類近它們的品牌給大家看作為比較 這個是Judy Dor 獨主朵的眼影 你看到它打開之後它有一個小孔給你掀起它 你就可以放不同的眼影的顏色上去 但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單純買這個眼影 我就看這個包裝是很普遍的 這個眼影是16元 而跟它的價位比較相近的就是這個Colourpop 這個Pressed眼影是大概40多元左右 但你會看到它這個包裝裡面是有一塊Mini的鏡子 而且它就沒有那個孔給你掀起眼影 如果你想換這個眼影的話 你要像刷iPhone那樣換SIM卡 用針刀刺它才可以換到顏色 這個是兩者的分別 Texturalize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馬上試一下 這個是112號色 30號色 這個是M22號色 首先我想試一下用這個30號色做一個Base 讓我試一下它的質感是如何呢 我就會用一個比較fluffy的blending brush 試一下 嘩 大家看一下 它是完全不飛粉到爆炸 嘩 椅子也沒有份出的 會不會出事的 我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不是開玩笑 我們試一下Colourpop看著 你看看已經飛粉了 你看看 你看 會飛粉 很正常會飛粉 在眼影的世界 但它完全不飛粉 喔 你也是土豆泥 真的嗎 什麼叫土豆泥 薯仔粉 什麼 薯仔粉 真的怎樣 它是一個cream狀 它不是cream 它是cream的粉 就是它是很粉的cream 很容易上色 但是它是不容易blend開 可能就是因為它不夠粉的關係 所以我經常說飛粉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或者你要懂得控制 用這個的時候大家就不要太用力 嘩 這個眼影很難用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漂亮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M112 一個橙色 我試一下把這個橙色blend在表面上 這些眼影是會令你很黯的眼影 就像你畫畫的時候 下筆很容易 但是你做shading 很不暢順的感覺 我還是怎樣說 就好像你去廁所 你很想去開帶 很容易找到廁所 但是廁所不能出來的感覺 我是抱著這個業餘的 愛化妝的 興趣的人去試 我不是化妝師 可能專業的化妝師 一眼就 嘩 嘩 挺不好blend的都可以這樣blend 不過不要緊我先試一下 因為它不太好blend的關係 讓我混合這個setting powder 一起去上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它有美色 哪是長彩妝 蛤?見不到的 不漂亮的 裡面是這樣 嘩 這個很漂亮 為什麼我看不到 新出的 嘩 很不漂亮的 嘩 這個美少女戰士的盒子裡面 是有很漂亮的一個 那個pattern 在那個蓋上 在那個透明蓋上 好漂亮啊 應該我擺的時候看不到的 對了 Anyway 混了一點setting powder 沒有那麼卡 好難用 好難blend 可能是我的問題 好了我們試一下 加一點眼線 它有一支cream gel的liner 巧克力 brown的7號色 這個是一個很好滑的眼線筆 你會感覺到它是有那種gel的狀態 但是它又不會容易脫 它又不會難去畫 而且它一點眼皮就已經立即上色 這支eyeliner 不錯 然後我們試一下這個 多少號色啊 這個是34號色 好了用手指上 來了波 有沒有一種很滑 很滑 很水潤的感覺 好像是OK的 你會看到它的閃粉 那些粉粒 雖然就是很幼細 但是幼細得來 又很覺眼的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 但是給我來說 就是not really my cup of tea 但是既然我畫了這個眼光 我決定畫一些眼線 在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我會再用一個掃 去上一些顏色 我就會再點一些眼影 去補在下眼線的位置 去令到眼線的那條線 沒有那麼緊的感覺 好了 接著我們試一下它的眉筆 眉筆 你記得了嗎 25元 那支眼線幾次 哇 很划算 24元 好了我們試一下它的眉筆 這個是比較灰的顏色 叫做Soft Grey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像那些 聞了眉 20年 沒有補色的那種灰色 很特別 阿嬸畫眉 然後 真的好似 但是它畫出來也是很容易畫的 而且它也很容易上色 顏色的問題 未必 接著我們就試一下它們的 blush 西紅01號 24元而已 這個飛粉 這個很好的 像正常的東西 不太上色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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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哎呀 好辛苦 哇 真正的猴子屎乎 就是這些 好我要補救 混水粉 上了一點水粉之後 又好像很漂亮 所以凡事都有兩面的 不好都做到它好為止 好我們試另一邊 輕手一點 好 輕手一點 都可以的 可能它的市場是一些比較成熟的人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那些胭脂 真的比較露氣一點 不過你薄茶都可以的 很薄 薄得好像沒有茶 好了 我們試一下高光粉 就是這個highlight highlight幾千 28.1 第一 它的包裝是比眼影大 一點點的 這個也是會飛粉的 正常一點 知不知道怎樣形容它 它就是像 黃黃的 白白的一個眼影 男生不懂得看化妝那些 會看到那些女生 擦黑light會覺得 哇 你好像今天很有氣息 你的臉 哇好像發光 但是它不會覺得你擦了很厚的妝 那種highlight 是No.1 第二種的highlight 就是你抱的時候 晚上一燈射下來 好像一燈射下來 就是 嘩 嘩 好燦眼 那種 這個是第三種highlight 就是 兩樣都不是highlight 誰留言告訴我 要試這個 拿回一塊水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嘴 這個是他們的 Velvet Matte Lip Gloss 為什麼我會試這個呢 因為真的很好笑 因為你有沒有聽過 Velvet 但是 Lip Gloss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 就立刻想試一下 究竟是什麼 這支是44號 是44塊的 44號是44塊的 好了我們試一下 雖然它的顏色很紅 但它的質感很好 我明白了 我是完全不太感覺到 Lip Gloss 的那個感覺 我是感覺到 Velvet Texture 為什麼我說好呢 因為它是 因為很多 Velvet Texture 會很乾 還有很厚 它是很薄 很滋 是很少 Velvet Texture 是這個感覺 很少品牌 還有其中一件事 是它很遮蓋到唇紋 薄得來 它不會令到我的唇紋盡顯 這樣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加分 蛤? 這張照片不合理 人們大推薦 但這張照片是這樣的 化妝品是每個人的個人口味 OK 這個我呢 就覺得 就 哎呀 你問我呢 真的值得買的呢 我覺得那個眼線 真的會值得買的 而且我會保持著用的 這個是可以進去我的化妝袋裡面 它的唇膏 雖然它的顏色 就不是很美 我覺得它塗出來 就是給我自己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感是很好的 真心值得一次的 但是 顏色盡量不要選一些那麼深色的 試一下淺一點點 可能會好一點 那你問我眼影 blush 和highlight的話 就是這三個東西 如果你一定要我選的 我三個都不會選 我在香港 我就未必會塗這些 顏色做眼影 出街 那個highlight我就 上網說 什麼 不顯毛孔啊 香檳金啊 那它是香檳金 它又不是真的很顯毛孔 因為它很細顆 那些particles 那但是就 那就是not a type of highlight that I would use 那接著就是 blush blush 立刻扔 拍完這條片立刻扔 好啦我第一個淘寶化妝品的 experience 誕生了啦 不是非常之那麼美好 不過都好的 通常試到一些我不對的化妝品 都可以試一下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它盡量去work out 就是例如剛才的眼影 很難blend 或者是胭脂太深色的時候 會用碎粉去中和它 就是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實都是挺好玩的 如果你想我繼續試一下不同的淘寶 或者各產品牌子的一些化妝品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等我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值不值得我 嘗試一下入手去review給大家 好啦大家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要按like 哎呀 是呀 鈴鈴 那我逢星期二和星期四 九點鐘就會有新片出的 下條片見啦 bye no 哎呀好辛苦啊 怎樣拍下條片啊 等一下 我好想去 嘩